越南听话 图谋我国南海 该怎么敲打越南 近日 中老联合军演圆满结束 为期十余天的演习内容丰富多样 不仅展示了中老两国的深厚友谊 也向越南发出了明确的信号 我们有能力维护南海主权 不容挑衅 此次演习被业内人士视为 对越南南海挑衅行为的强力警告 如果越南不收敛挑衅行为 可能面临严重的后果 越南在南海问题上多次挑衅 不仅给区域稳定带来了威胁 也对我们的国家利益构成了挑战 此次军演中 中老两国军队展示了多种 现代化武器装备和联合战术 演习内容涵盖了 陆空多领域的协同作战 演习的成功 不仅增强了两国军队的合作能力 还向外界展示了 中老两国坚如磐石的游异 对越南而言 这次演习无疑是一次强有力的震慑 清晰地表明了 我们捍卫南海主权的决心和能力 越南在南海问题上多次挑衅 不仅给区域稳定带来了威胁 也对我们的国家利益构成了挑战 图中红线就是越南提交的不合理要求线 妄图侵占我国南海大片宝贵的海洋国土 此次军演 就是向越南传递了明确的信息 如果继续挑衅 将面临严峻的后果 通过与老沃的合作 可以在战略上对越南形成压制 切断起交通网络 从而让越南深刻认识到挑衅行为的危险性 老沃与越南紧紧相邻 有很长的边境线 地理位置极为重要 特别是老沃南部 这里毗邻越南南北中间位置 从地图上看 直查越南的腹地 越南的中段东西下窄 非常脆弱 战时很容易拦腰斩断 使得越南南北分裂 堪称是越南的七寸 这一地区作为交通要道 连接老沃与越南的主要通道之一 其战略意义不言而喻 我们在老沃军演 向越南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息 我们有能力在其周边地区展开军事行动 打破其在区域内的军事优势 通过军演 我们不仅能够展示 对这一关键地区的控制能力 还能有效威慑越南 让其意识到挑衅行为的严重后果 一旦爆发冲突 通过与老沃的合作 可以在战略上对越南形成压制 切断起交通网络 越南再次分裂成北越和南越 也不是不可能 从而让越南深刻认识到挑衅行为的危险性 避免战争是我们一贯的策略 但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会容忍任何形式的挑衅 通过这样的联合军演 我们不仅提升了自身的军事实力和战备水平 更重要的是 想前在对手展示了我们的决心和 感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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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